从未离身的银行卡 账户资金竟不翼而飞 24小时房间不断电 高达20亿的银行流水 守住你的卡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那天下午 家住云南楚雄的陈师傅 被一条手机短信惊到了 信息是银行自动发出的 信息显示 当天下午3点32分 陈师傅的银行卡消费了999元 陈师傅的银行卡一直戴在身上 并未实际产生这笔花销 陈师傅赶紧登陆手机银行 查了一下账户变动情况 结果显示 当天银行卡确实消费了999元 这令他感到很费解 银行卡 陈师傅的全部家当都存在这张银行卡里 卡一直都揣在兜里 虽然孩子帮着开通了手机银行业务 可手机也从没离过身 钱怎么就被人给刷出去消费了呢 陈师傅非常担心 他迅速报了警 来到判处报警的时候 说他的银行卡被莫名其妙地扣走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卡在身 但钱在走 自己明明没消费 但银行卡上却平白不见了999块钱 这匪夷所思的事情就发生在身边 那么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 又是谁花的呢 接到报警后 犯案人员立即前往相关银行调查 银行提供的流水记录显示 陈师傅的这张银行卡确实消费了999元 但蹊跷的是 这笔消费的发生地 不是在陈师傅所在的陆丰 而是在文山州广南县的一家小吃店里 陆丰文山两地相距500多公里 陈师傅根本没有去过那里 那他的银行卡 怎么就在广南的小吃店里 消费了999元呢 钱显然不是本人花费的 那又是谁花费的呢 在我们陆丰甚至这个楚雄 以前都没出现过类似案件 觉得很新颖 虽然涉案金额不大 但这一反常景情 引起了陆丰警方的高度重视 就在办案人员着手调查时 类似案件在当地接二连三的发生 还有好几个人过来报警 那报警的这个情况就是 和这个陈某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办案人员查明 几名被害人银行卡被盗刷 背后的扣款商家各不相同 有超市 小吃店 五金店等等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他们的钱都是被泡死机刷走了 而且扣款的这些小商户 全都位于文山州 也就是说被盗走的资金都流向了那里 看他们这个流水的时候就发现 他们的钱都是用个POSE消费 进一步调查办案人员意外发现 文山州的这些POSE机关联商家 空有一个商户的名头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体商铺的营业行为 POSE机板定的商户 而且都是不存在的 警方分析认为 这背后应该是有人虚构商户信息 利用POSE机刷走了被害人银行卡里的钱 既然目标在POSE机上 那么查清POSE机绑定的银行卡 开卡人的身份信息 就能揪出幕后黑手 上次挂号的两个银行卡 都不是我们本地人 办案人员查明 涉案的几张银行卡 开卡人的身份都指向广西核池 办案人员迅速感到核池 找到了开卡人 但出人意料的是 对方对POSE机一问三不知 因为他们大都以500元的价格 把名下的银行卡 电话卡和网银优顿 这些所谓的三件套 卖给了陌生人 买走卡的人是谁 他们并不认识 他连自己卖给谁都不知道 他也辨认不出来 只是说是 在哪天在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男子 问他卖不卖银行卡的三件套 根据银行扣款信息来看 陈师傅的卡是在2020年1月9日被扣款 还原陈师傅当时的活动轨迹 能否有所发现呢 办案人员找来陈师傅 请他细细回忆 当天下午3点32分 也就是卡被扣款的时间点前后 他在哪里在干什么 陈师傅回忆 那天天气不错 他像往常一样去公园看人下棋 他只记得那天看棋的人很多 他的注意力也全都在棋局上 没有观察到身边有什么异常 但就在那时 他的卡就莫名其妙地被刷了 办案人员调取了当天公园里的监控视频 在陈师傅活动区域 他们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的身影 就是他拿着一个很小的一个袋子 在那个人群当中在不断地触碰 视频显示 当时陈师傅和现场的人们 都聚精会神地观看下棋 这时一名身着黑色外套的可疑男子 一反常态 他走到陈师傅旁边 伸手将一个黑色小包贴靠在了陈师傅身边 之后男子离开了人群 一分钟后他再次返回 又一次贴近陈师傅 同时那只黑色小包也伸向陈师傅 也就在这个时间点 陈师傅的卡被扣了款 我们当时就锁定 这个应该就是实施这个 爆刷银行给他新医院 锁定可疑男子的体貌特征后 办案人员对男子的行动轨迹 进行了全面追踪 后来经多方追踪 办案人员终于在火车站的一处监控视频中 再次发现了他 他买了一张那个动车票 经过工作 此人身份被锁定 吴某 广西河池人 这与之前注册POSE机的银行卡卡主 所在地域吻合 掌握犯罪嫌疑人吴某身份信息后 陆丰警方立即向广西警方 发出协查通报 可随后 吴某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没了踪迹 办案人员布下天罗地网 只等吴某露头 案发大半年过去了 吴某终于再次出现在警方实现 他购买了一张 从云南昆明飞往浙江的机票 那么我们就根据他的这个 机票的这个起飞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办案明行 在这个禅水机场蹲定 最终将这个吴某某进行抓获 到案后 面对大量证据 吴某承认了自己利用POSE机 盗刷陈师傅等人银行卡的犯罪事实 然而办案人员发现 陈师傅他们的钱被吴某刷走后 有人远程将其取出 这个吴某充其量 只是一名外出刷卡的马仔 其背后应该还有上限 那么取钱的又是什么人呢 但是他的钱最终去什么地方 他的善级是谁 但是当时我们确实这个 没有办法确认 为了深挖吴某的上限 办案人员围绕他的社会关系 展开调查 很快 吴某的同乡王某进入警方视野 办案人员发现 两人交往密切 经济往来频繁 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从王某家中办案人员 缴获了15台POSE机 13张银行卡 警方查明 这是一个由王某 吴某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 该团伙分工明确 吴某等人专门外出 到各地刷卡 而王某则躲在广西老家收钱 得手后 二人在分赃 王某交代 他负责在广西老家 以500元左右一套的价格 收购银行卡 手机电话卡 网银优顿三件套 收到三件套后 他们选择的作案 第一站是云南文山 他们在那里用购买的三件套 注册了POSE机商户 之后 王某将注册好的POSE机 交给吴某等人 到各地去作案 警方查明在王某手下 专门刷卡的下线 还不止吴某一个 贵州的韦某某 在这个云南的林仓 倒刷他的遗憾卡 被那边已经打击处理 然后另外一个 也是陈某某 2019年的12月份 也是在这个贵州 被这个当地公安机关 打击处理 办案人员终于明白了 原来陈师傅的卡 是被这伙人 用POSE机给倒刷走的 可是还有一个疑惑 没解开 大家用过POSE机 一般刷卡都需要 用银行卡与机器 贴靠在一起 可是陈师傅的卡 没离过身 是怎么会被倒刷的呢 办案人员调查得知 王某交给吴某等人的POSE机 和一般商户使用的POSE机 有所不同 他经过了专门改装 不需要直接接触银行卡 只需感应到银行卡 就可刷卡 经过了改装 干人员技术 经济力之类的 就可以把你的钱发走 POSE机 先输一个金人 比如说是400多 或者900多 输好以后确认 确认以后 再拿到这个人群当中 倒刷 即使可以隔空远程刷卡 持卡人在刷卡时 一般还需要输入密码 难道这伙人 竟然突破了银行卡的 密码保护功能吗 警方查明 事情并非如此 要想作案得手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卡 在一定距离内 被遥控接触上 二是必须 还得遇到像陈师傅这样 开通了手机银行的卡 而且手机银行上 还得开通 小额免密支付功能 这种卡 1000元以内的交易 不需要输密码 如果银行卡 没有开通 手机银行 小额免密支付功能 他们是刷不了的 银行卡要开通了 1000元以下 这个免密支付 它才可以被盗刷 王某等人到案后 办案人员查明 这伙人四处流窜 疯狂盗刷 被害人多达86人 86笔资金 那么也就是 对应着86张银行卡 86个被害人 通过我们这个资金 数理之后 大约有10万元金额 由于犯罪嫌疑人 都是通过 POSE机 盗刷银行卡 加之 盗刷金额不大 并没有引起 被害人的重视 破案之后 警方发现 有的被害人 甚至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卡被盗刷了 我们调查了 五家银行的 手机银行业务 发现为了 大家的支付更并洁 五家银行的 手机银行 小额密密支付功能 都是默认地 开启的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开通了 手机银行 很可能你的 小额密密支付功能 也开启着 警方查明 为了方便得手 犯罪嫌疑人 大都选择在 公园 农贸市场 公交车站等 人员密集场所作案 办案人员发现 为了作案成功 犯罪嫌疑人吴某 一天竟坐了 几十趟公交车 微信的消费基督 它平均一停就 支付20至30亿 一次一块钱 公交车的费用 也就是说 它一停应该是在 楚雄市内 坐几十趟公交车 因为人多的地方 越隐蔽 越容易被发现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 深挖细查 一个涉及云南 贵州 广东 广西四省自治区 由十多名犯罪嫌疑人 组成的犯罪网络 被警方一举捣毁 2021年7月22日 陆丰市人民法院 作出判决 被告人吴某 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九个月 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被告人王某 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万四千元 也提醒广大群众 保护好自己的 个人财产安全 那么银行卡 把尽可能关闭 个人的密密支付功能 另外一个就是 不能租借 出售个人的微信号 还有支付宝 还有银行卡 电话卡之类的 看到这里 您可能也注意到了 这些犯罪嫌疑人 能够作案成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依托社会上 一些人出售的银行卡 电话卡 网银优顿三件套 而后虚构公司 甚至营业内容 注册了Pose机 进而实施了犯罪 这些出售三件套的个人 获得是小利 但是三件套 到了犯罪嫌疑人的手上之后 产生的社会危害 却是巨大的 通过下面这个案件 我们进一步来了解一下 十几岁的他们 每天银行流水 竟高达几十万上百万 人领识别 这些全部都要做好 反常的交易情况 蹊跷地用电量 夜里已经三四点钟 有很多的提示转型 被金钱蒙住双眼的年轻人 我问他累不累 他都不累 工作赚钱来得快 守住你的卡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21年6月 云南省公安厅 向鸿河州公安局 2021年6月 我说法继续 没什么 好 对 我说法继续 快接着 来 我说法继续 有什么 几岁的 我说法继续 你 几岁的 我说法继续 你 警方初步研犯认为 这些年轻人很可能卷入了电信诈骗 而他们的电话卡 银行卡 很可能正在充当电信诈骗的洗钱工具 涉案的电话号码主要集中在 红河州猛自市 猛自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他们的银行卡的流血 每一天都会达到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由于涉及的电话卡众多 专案组分组进行研判 一组人员调查银行卡持有人 及其账面流水记录 一组人员查控嫌疑银行卡 持有人在猛自的住所 线上线下同步推进 调查很快就有了眉目 通过工作发现 一名叫裴某的猛自级女子 得两张卡设行定性诈骗 金额多达两百多万 裴某侠23岁 云南省猛自市人 平常主要在家务农 随即 办案人员将犯罪嫌疑人 裴某侠抓获 经审讯 裴某侠交代 涉案的两张电话卡和两张银行卡 虽然在自己名下 但都并非自己实际使用 他的卡早就卖给了一个名叫 汪某斌的福建籍男子 通过裴某侠提供的线索 办案人员对买卡人汪某斌展开调查 汪某斌23岁 福建省安西县人 通过调查 办案人员发现 汪某斌没有正式工作 也没有稳定收入来源 主要从事倒卖银行卡 电话卡 网银优顿三件套的违法活动 收的是2000块钱每一张 每张银行卡包含的 就是说一张银行卡 一张电话卡 还有优顿 再加上网上银行要开通 人领识别这些全部都要做好 他以2000块钱收进来以后 就以4000至4500的价格又转卖给那些境外 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违法人员 在围绕汪某斌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后 一个名叫汪某惠的人进入了警方实现 汪某惠32岁 也是福建省安西县人 是汪某斌老乡 通过调查 警方发现 汪某惠正是汪某斌的上甲 专门高价从汪某斌手中收购银行卡 电话卡等三件套 一个以汪某惠为首的洗钱跑分团伙 浮出了水灭 在蒙治 某小区呢 从事这个跑分转账的这个这么一个工作 所谓跑分就是利用特定的网络平台 帮助境外不法人员转移资金 从中谋取利益的行为 其行为本质就是洗钱 是帮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 网络色情等上游违法犯罪活动 转移赃款 洗白违法犯罪所得 从事跑分行为的犯罪嫌疑人 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其本质的行为就是洗钱 不但严重影响了相关的账号安全 扰乱了支付结算体系 同时这个行为已经违法 办案人员查明 王某会团伙正是在利用他人的银行卡 通过转账过流水的方式 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王某会为团伙头目 负责联系业务 王某斌和王某会生活中既是同乡 也是上下级的关系 王某斌专门负责收卡 手底下组建了专门的收卡团队 在当地被称为卡头 王某斌将收购来的银行卡 倒卖给王某会 王某会团伙有四名团伙成员 早中晚三班岛24小时上班 负责相关操作 裴某侠的卡正是这样被倒卖后利用 最终进入了警方视线 收购到这个裴某的卡以后 给了这个王某某 这个王某某就拿着这个 裴某的银行卡跑分 就在办案人员调查 王某斌团伙的过程中 负责落地查控的小组 又有了新的收获 他们在另一个小区 发现了一个与王某会团伙 相似的团伙 在凌晨灯还亮着 比较活跃 办案人员了解到 从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一般都要求手机电脑 24小时开机 用电量比较大 通过暗中摸牌 办案人员发现 这伙人所在的房间 每天的用电量 明显超出普通住户 而且用电时段 主要集中在深夜 这符合此类犯罪的特点 最初的话 发现大概应该是不少于四个人 然后通过问一下保安 发现里面的人比较杂 进出比较多 办案人员了解到 这套房是被人租住的 办案人员立即联系了房主 掌握了租客 徐某伟的身份信息 办案人员发现 徐某伟在当地没有工作 但经常出入高端消费场所 其与户主签订的是 短期租住合同 结合其一贯租房特点 警方认为 徐某伟有重大作案嫌疑 不停地租房子 每栋房子就用几个月 就更换了 通过对客 一电话号码的深入研判 第三个从事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窝点 也进入了警方实现 此窝点以云南昭通人 陶某为首 经过深入研判 蒙子警方供在当地 揪出了徐某伟 陶某 汪某斌 汪某会为首的 四个收受银行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团伙 警方调查发现 这四个团伙 是通过分散操作的方式 利用非法倒卖来的银行卡 为境外网络赌博团伙 电信诈骗团伙 接收流转资金 把涉案赃款洗白 以达到规避风险 逃避打击的目的 掌握了团伙人员的构成 窝点位置及活动规律后 红河州公安局抽调了 五个县市的 二百多名精干警力 配合专案组统一收网 这是徐某伟团伙窝点所在地 此时办案人员发现 房间内只有两名犯罪嫌疑人 这和警方前期掌握的情况不符 会不会有人闻风逃窜了呢 办案人员当即询问 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 出审后他跟我们交代 还有一男一女 已经出去好半天了 差不多要回来了 四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 办案人员继续在房间内蹲守 不到一个小时 又有两名嫌疑人自投罗网 随后办案人员通过 六名嫌疑人提供的信息 进一步将在云南省各旧市 大屯镇家中 对工作室进行远程操控的头目 徐某伟抓获归案 电话卡 银行卡差不多100 第一次作战 电脑两台 手机30余波 行动当天 以徐某伟 陶某 汪某斌 汪某会为首的四个团伙 被成功打掉 警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52名 缴获手机47部 银行卡110张 经查 这四个团伙 都是为境外电信诈骗 网络赌博团伙提供帮助 涉及银行流水 约20亿元人民币 办案人员发信 52名犯罪嫌疑人中 有10名未满18岁的年轻人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在网上找兼职的 刚毕业的大学生 家庭主妇 待业人员等 办案人员介绍 这些年轻人大多认为 自己不是直接操作洗钱 没有风险 但实际上 一旦参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其个人银行账户 网上支付账号 都会被公安机关冻结 直接影响到个人征信 严重的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目前52名犯罪嫌疑人 都已被公安机关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不要为了一时之力 把自己的银行卡账户信息 相关的支付宝的账户信息 出租 出售 出借给不法分子使用 成为他人跑分的一个工具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好像是一个新的罪名 那么在本案当中 有什么样的体现 我们来听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杨玉娟教授的看法 所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是指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而提供技术支持 或者是广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结严重的行为 法律规定 对这类行为处以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司法实践中 认定本罪有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犯罪的主观态度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 被帮助对象的行为 是否构成犯罪 出售三件套和直接操作银行卡 是一种帮助洗钱的行为 是网络诈骗 网络赌博等犯罪的下游犯罪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这些上游犯罪可以确认 但尚未到案或者依法裁决的 不影响本罪成立 也就是说 如果网络赌博 网络诈骗这些上游犯罪 能够破案定罪的话 这些帮助洗钱的行为 一并处理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这些上游犯罪 没有破案 也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这也是我们源头治理 和全链条打击的一个体现 那么对于此类的犯罪行为 应该如何监管和防范呢 在治理链条上涉及到的所有个人 机构行业都应当采取行动 参与进来 对于个人来说 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 银行卡电话卡 如果是非法出借出租出售这些卡证 将会影响到个人征信 严重的话可能构成犯罪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 我们要实施上下游犯罪的 全链条打击 提高侦查打击力度 提高我们的震慑力 对于电信公司 网络运营商 金融机构来说 一定要严格落实实名认证 对于一些高危卡 或者是异常卡 进行监测 整顿 堵塞 安全管理漏洞 近年来 网络犯罪呈高发多发的态势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不要出售自己的银行卡 电话卡等个人信息 尤其是要奉劝年轻的朋友 切勿心存侥幸参与作案 千万不要成为犯罪团毁 帮凶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